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这段影片要为各位同学们介绍第二种基本交互作用 两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好了 这是我们先前讨论过觉得适合进行科学研究的交互作用 我们已经讨论完了外远引力了 那接下来请帮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交互作用 你们认为它是什么力呢 电磁力 电磁力是吗 好没有错是电磁力 好那我们要研究电磁力的话呢 我想要先请两位同学帮我写一下 如果我们看一下静电力的部分的时候 静电力跟外远力都一样是力嘛 对不对 那你们可以帮我比较一下 这两个力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地方吗 请你帮我用笔写下来 好 好那我们来两个同时请同时翻过来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相同的地方我们请附军先说 相同的我觉得就是两个长相 就是都有些球体的感觉 圆形的 组体圆形的 对然后他们都是越近的话那个力会越大 越靠近力量越大 对 相同的部分我认为是都是水平的 受力 然后都会跟质量或电荷成正比 我想要请教一下季隆 你说的水平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球体的受力方向是水平的 假如相吸的话 是这个方向 连心线方向的意思 对 那排斥的时候会不会是水平 也会是水平 也会是 所以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 不管怎么方向都是水平的这样 对 那附军的意思是越靠近力量越大 对 那季隆是说跟质量跟电荷成正比 一个是质量一个是电荷这样 好 那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 我觉得是质量我们没有正负嘛 对 然后电量的话有 就是有正电荷跟负电荷 真的耶 我认为不同的地方是 他们会移居电荷的一同性 来决定它的受力方向 相吸或是相次是不是 对 所以相同的部分是跟某些东西成正比 要不就是跟质量 要不就是跟电量 相同的地方还有跟距离有关 越远就越小 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但是呢 不同的地方是 就是 一个有正负一个没有 对 然后有正负就会影响它的相吸或相次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要问一下 请问 那你们可不可以猜猜看 静电力的公式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它好像跟万元力有一点相同 对不对 我 R平方分之KQQ R平方分之KQQ 好 没有错 因为它跟万元力很像嘛 就是跟距离有关 也跟电量有关 万元力是跟质量有关 对不对 那所以它的发力方式可能有点类似 那为什么会把G换成K 因为 他们的 两者的东西不一样嘛 一个是地球 一个质量的 一个是电荷 非常好 谢谢 因为两种毕竟是不同的力 所以它的常数应该就会不一样 很好 所以呢 静电力的公式就是R平方分之KQQ 那接下来呢 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万元力跟电磁力 它们的来源 跟公式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一个是因为质量 一个是因为电量 一个是R平方分之GNM 一个是R平方分之KQQ 非常的类似 那另外三种交互作用 它们的成因又是什么呢 不太知道 太清楚 你们刚刚回答的是推力 或是摩擦力 对不对 好像也不太能够肯定答案 是不是 对 好 那我先举一个例子 问你们一下好了 看能不能帮助你们 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吗 好 画面上是一个重物 放在桌面上 然后呢 受到F1的这个力 好 那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F1 是重力 正向力 还是作用力呢 请你帮我写下来 好 那我们可以一起翻开来 那富君请说 我认为F1是重力 对 它往下 它是重力 但是 它就不算是正向力 不算正向力 但它也算是一种作用力 算是作用力 对 诶 季隆 我认为是重力 不是正向力 然后是重力 诶 所以你们两个的意见 算蛮一致的 对不对 好 那我接下来考考两位了 你们都说它是重力 那 它能不能也叫做电磁力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它电磁力的话 应该是不会是因为质量所产生的力 我觉得不是电磁力 不是电磁力 为什么 因为它是就是地球吸那个物体下去 所以它没有电磁力的那种成因 对 然后电磁力的成因是什么 电磁 电磁 电磁嘛 对不对 或者有磁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成因没有电磁或磁场 所以它不算电磁力 对 好 那它能不能叫正向力 你们都是行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正向力 应该是源自于重力 不能导音为果 不能导音为果 应该有重力才能有正向力 对 我不太确定就是正向力的定义 不太确定正向力的定义 好 那济龙这边讲说 正向力必须源自于重力 对不对 来自于重力的起因 可是其实啊 那我问一下 那如果是两颗球的互碰 或者我的手推墙壁 那个能不能算正向力 好像可以 可是那就没有重力在里面 所以是不是其实只要怎么样都可以算是正向力 只要有接触 有接触 两个物体互碰都可以算正向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不是没有互碰的感觉 没有 所以你们觉得它不能算正向力 对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F1能不能叫作用力 你们的回答都是可以 为什么 因为它是物体 就是被地球系下去 所以是就是物体 地球给物体的作用力 地球给物体作用 很好 因为它是源自于重力 而重力也算在作用力的其中一种 重力是作用力的其中一种 因为有给物体一个作用这样 所以重力也是作用力的其中一种 你们的回答都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 同样的一个状况 它可能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一样的这个F1 大家认为它既叫重力 也可以叫作作用力 好 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让你们更了解一下 力到底是怎么命名的 其实我举我们人推重物当作例子好了 当我们人推重物往前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这个力叫作用力 那同时有作用力就会有 反作用力 我推物体的作用力 它的反作用力就会是 物体推力 对很好 物体推我们嘛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分析 两个物体之间 我跟你 你跟我之间的力 我们就会叫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 可是同学 我当我推这个物体的时候 同样举这个力来讲 这叫我推它的力量 如果这个时候物体不会动 可能是因为什么 推不动一个物体 太重 太重 摩擦力 因为有摩擦力 抵抗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出现 另外一种名称叫推力 摩擦力 正向力 撞击力 这些力 为什么会叫 为什么会这样命名 很明显嘛 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 看到它怎么来的 就叫它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同时 可能会叫它摩擦力 摩擦力来了 就是摩擦力 那用手推就叫推力 老师我问一下 那个摩擦力跟 就是推力这部分 也是算是交互作用的一种 算不算基本交互作用是吗 对 我目前教到的 基本交互作用有哪些 你们还记得吗 刚刚讲的是重力跟 重力跟 电磁力 万有引力跟电磁力 好 当我们在描述一种力 是不是基本交互作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探讨的 不是两物之间 也不是类别 我们探讨的是力的来源 那我们现在学到的是 万有引力跟电磁力 这两种 万有引力的来源 当然就是质量 电磁力的来源 就是电或是磁 对不对 好 我们只有学过这两种 基本交互作用 那请你们再帮我分析看看 我这个手啊 推物体的力量 可能是来自于哪一种交互作用 推 我认为是电磁力 那富君呢 不确定是不是电磁力 但是我很确定它不是重力 你很确定它不是重力 因为它没有就是向下吸 因为它不是向下吸 那你为什么会确定它是电磁力 因为原子是基本组成 而每个人都 原子里面外围都是电磁 电磁跟电磁之间会产生磁力 所以季隆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人都有带电在身上是吗 没错 那这个电藏在原子的表面是吗 对 所以当我的手的表面原子 推物体的时候就会有 电磁力 电磁力 那这个电磁力是相吸还是相赤 相赤 诶 季隆回答得非常好 其实啊 事实上生活中啊 你只要跟物体有接触 你只要细看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手最外围的原子 跟物体最外围的原子的彼此的接触 那原子的最外面 当然就是电子在绕行 所以呢 请看这个图哦 这个图最外围的电子啊 就会跟别人的电子互相排斥 所以其实我们好像有推到物体 那其实是我们手最外围的电子 跟物体表面最外围的电子在互斥 而形成了电磁力 可是呢 在我们的眼睛看来都是接触力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 请问 刚刚我们无法理解的这三个交互作用里面 它们的成因应该都是什么呢 电磁力 电磁力对 如果看成因的话 只要有接触 它其实都是一种电磁力 好 那今天这段影片呢 我们为各位同学推导了 静电力库伦力的公式 那R平方分子KQQ 然后呢也介绍了其实啊 不管在生活中 任何时候我们的接触力啊 微观上 其实都是表面的电子互斥 所以所有的接触力啊 在微观上都是一种电磁力哦 今天这段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啦 那请同学继续往下 欣赏我们接下来会介绍 另外的两种基本交互作用 那先这样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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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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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